- 哪個優勢大? 他們說是法案旗, 打戰爭德, 應該法案旗這邊優勢大, 那我們就姑且信他一下。 - 法案旗這邊優勢大的一點, 我覺得應該是戰爭德這邊的乃德。 - 對, 因為可以打這邊的乃德嘛, 恐懼你大嘛, 打這邊的乃德, 我們看這一場。 - 但是就是說, 呃, 哇, 這場... -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應該是用的是聯盟隊, 雙方用的應該都是聯盟。 - 這個我們看這邊戰爭德, 我們之前有看到這邊戰爭德, 呃, 他們碰到了... - 呃, 夏天來了他們, 這個乃德確實死的比較慘, 被對面法案旗擊殺的比較厲害, 我們看他這一把, 能不能有過風騷的跑位。 - 能躲過這邊的, 提前預判到這邊的法案。 - 我們可以看到, 法射開始轉起了冰刺。 - 陰錘的這邊, 還是要打一波, 但這波陰錘, 還是要打一波陰錘, 還是要打一波陰錘, 還是要打一波陰錘。 - 雙方用的路趾, 還沒打到太多傷害。 揚被斷, 召水元素也被斷, 也被斷。 水元素忘招了嗎? - 這個... - 這個得不太好了? - 召出來了, 之後這邊, 滿破膽, 滿破膽。 - 滿破膽, 這邊, 還還是一個還, 應該問題也不是特別大, 看來, 能不能孔刀這邊曉得呢? - 並沒有, 孔刀這邊曉得, 孔刀這邊曉得, 孔刀就在散, 還要打曉得嗎? - 拆這邊曉得, 晒德直接教育書, 拆曉得, 拆曉得。 这边小的翅膀也开启了 接财 接财 这边不过伤害并不是很大呀 而且打的时候并没有空到 对因为警戒也给上去了 警戒给上去了 这给了一个沉默 这波真的是 这波打了一个压力 又给了地剑深洁 这边基本上就战争节奏了 因为这边德鲁伊并没有吃了太多技能 这边战争这边选择 这边的法师 法安琪这边的 其实也是刚刚 翅膀结束 这边满英 小德心野心会一压散 这是要 哇 要吹这边的 要吹这边的 被满口 人一代 不过这边法师精兵 不法师精兵 不法师精兵 这边满拆 买拆再一次 拆的有点慢了 太慢了 这边要接财 接财 骑士一起打 法师这边也是不难了 我就先跟打 这边交张 这边出的是三个小树人 这小树人天赋确实不错 这也是我之前说的 说这个吃 出了小树人之后 就不怕吃裸羊了 这个没关系 这边 哎呀 法师直接死了 这边其实无敌 开始有点晚 法师还在低温 法师应该还是还在低温 还没有好 刚才因为强行出来 要打一波进攻 哇 这边 反正其实这边 可以说是一个小小事物吧 其实这边 那个无敌交的 有点稍稍晚了一点点 对 如果说那波吃到 风暴之锤 要法师顶个保护 直到这边 增强杀 一直在去的话 我觉得应该直接 顶无敌来刷血的 因为法师血线 是19%顶着那个保护 我觉得 可以提前点交 其实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觉得 反安琪这边 其实我也是没有打的 如果打出技能的话 我觉得这就应该归了 不应该在外面 等一波伤害 吃得有点错 反安琪两波 第一波打得有点太草率了 因为这边 战士跟杀杀都没有空 然后这样打一波 得 没有交出什么任何技能 没有什么压力 然后第二波打的时候 恐到了人形态 但是为什么拆卸的时候 等了那么久呢 让他变出了熊 然后拆卸三拳 这样他选了一个 反安琪里面选了个大头 托威尔进一场 我们看一下这一把吧 希望这一把这边 张良跟轮回的这边的 反安琪能打出 他自己的节奏吧 这个确实是 刚刚就是说 我这么 就是说看完 那个BB他们的反安琪 这边轮回他们的反安琪 就是确实说 节奏上面还是有一点 就是差距 对 嗯 还有三控上 我们看一下第二场比赛怎么样 哇 战争 我们是奶德其实 但是我之前好像并没有 不是非常了解 这个叫注册剪造师的 对 我比较喜欢直接念 注册肥造大师 肥造大师 肥造大师 这名字还是非常独特的 这边比赛开始 直接冲锋法师 冲锋法师 这边阿木还是叠球上处 然后一个球 两个球 我这边也是触发了几个尖刺 这羊老战士 羊老战士这边有后续吗 我又被盾反个羊 这边直接 我是大三孔 但是这边好像直接 满猜这边难得 对了人形态 但这一波速冲锋 不过他提前给了三个小数人啊 这波应该伤害不是很足 这边不过伤害也很高 这边不过警戒在上面接着沉默 这波应该问题不大 地检升级 这波应该问题是不大了 但这波战争反打 看一看这波反打吧 选择打我们法师 然后晕锤了 我们这边的奶琴 奶琴直接开始刺绑 并没有给天锤 我就已经给过天锤 开始刺绑 我觉得现在应该属于 场面的一种比较 胶着的状态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 等着法安琪下一波 这边升级 还有三秒钟就要好了 应该法安琪要重新 组织一波进攻 看会不会就是 扬到萨满同时 或者是扬到战士同时 同时升级 哦果然 升级到了德鲁 要拆卸到了萨满 直接交张 要打萨 哇 德鲁这波交张的话 交张被满孔 交张被满孔 这如果后续伤害突的话 这边散路的话 这波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 但是德鲁这边交了张了呀 交了张了 下一波如果打得的话 下一波打得确实 对的 估计要很伤 不过这边 法安琪这边看 还是接着规避一波 不要在外面顶太多伤害吧 真是吧 我这边应该是 我觉得还是要等满孔 德鲁之后 然后再打 这边净魂咆哮 净魂咆哮 接吹吗 我并没有接出来 并没有想 这边骑士被打断 法师要直接被送进兵了 估计 果然法师进兵了 金兵这边 德鲁一定卡住 再度宁静 哗还是给自己身上的 我觉得现在 应该是需要满孔小的在打吧 申结 申结 小的 满羊小的 还是要打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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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他们打地边子的时候 他们打地边子的时候 这波还是 配合非常到位 这二羊 这三羊 这财 这恐惧有吗 没孔到小的这边 小的眼神唯一躲掉了吗 并没有孔到小的这边 哇 这边 这个恐惧是爱慕这边 张大这边并没有孔到那边小的 嗯 这边萨满 应该这波应该是活了 这边活了之后 应该是要选择反打了 这边要吹骑士吗 金兵跑到骑士 并没有选择 还是没有选 我看到他们球的非常猛 因为防止怕被反嘛 因为反的话非常伤 所以说他也就 直接进入 这边一场重度吹风 吃了一个小沉木 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刚刚那一波 如果他们打德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对 他们刚刚 这边满拆了小的 要开始打小的了吗 直接给了警戒 哇 直接这波给了警戒 应该是问题不是特别的 这边伤害完全没有不够啊 因为刚才沉默也给了小的 这会上应该是不够了 这边法案级 这边有点急 这边在暗暗暗暗的话 有可能会碰碰 孙力消散 没有 这边双阳 双阳这边战士 还是喜欢打散 我觉得又沉默 又再一次赛给了德鲁伊 直接沉默了德鲁伊 这样的话应该还是要打散 你好了 满 应该是身杰 晓得 没有冰纸吗 并没有 好像没有 应该是没有冰纸 这边身杰不上晓得 满锤给了这边的骑士 骑士这叫去无敌 加戏曲的教训 因为这边法师 还有个冰箱 但是 吃上强一做过 反大了吗 这边野心 德鲁伊野心为一教 吃了一个裸羊 吃裸羊 这是沉默了德鲁伊 沉默了撒马 沉默了撒马 接制裁 撒怒解掉 接二羊 看他们被冲锋了 满孔 满孔 这撒马要走过来插战力 但是 这不理想啊 这孔的距离非常远 不过这边上法案的伤害 应该不说 这边骑士 直接交血 翅膀开始奶 法师25%的血 骑士应该刚刚出脚被打断了 我现在也是奶 奶前 奶前 这 这 这边 这边 这位置非常高 其实位置不好啊 其实没进的 而且在中场 位置非常不好 这边果然反打了一波 我这一波反打的话 没有回家没有无敌 没有防御没有吃饭 我 开了没有 开了一个自由 还是跑掉了 这边应该反应 下一波应该是要出 非常高的伤害 不过 奶德这边张 已经好了 直接给铁木树鼻 提前到 哇 神节之前提前到铁木树鼻 这边 赛满吃到沉默 沉默王 应该吃财 财上 财上这一波 赛满 没有回家 满孔小德 肩满财 这边伤害 你能不能出来 直接去掉 胶张去掉 吃掉财 吃到地眼 吃到地眼羊 地眼羊之后 这波应该是 没有太大问题 这边应该法案棋 这波下面 法案棋应该会比较难受了 因为 虽然反而是有冰箱 但是说战争这边 技能又赚好 因为马云学的这边骑士 冲锋了一波 法师 这边精神咆哮 直接法师也是非常稳的 30%血 加了免死顿 直接听兵 这边 法师直接冰箱出来 交产闪念 这边打这边的骑士 一个章 估计 那个下一个 天锤 锤子好了之后 他叫张锤子了 我觉得 那个骑士还非常稳的 骑士打断之后 开始读条 这边应该要打一波 法案棋 这边应该要打一波 挺空的 这个根基 这根基 有没有根基到圣结 并没有 这边圣结一直在手上 一直捏着圣结 圣结 人形带 接羊 满羊 打 打萨满 所有人都在打萨满 骑士可以吃饱 打萨满 萨满 萨满血羊下得非常快 这一波控制应该是 可以说是 萨满拆得比较好 这边也是 打成后续了 有什么后续之后 这边就开始打 这边的骑士 骑士真的什么 席都没有 张也没有 张良这个拉非常漂亮 把骑士拉到了位置外 这边又是再一次 直接裸成梦了德鲁伊 打萨满 萨满这边 身杰德鲁伊 两个小镇给转 满羊 我满羊 满羊的话 这边没有财啊 这边交张 交了一个什么 交张交了财吗 还是交差 交财了非常快 这边满孔 满孔加满制裁 这边其实开启了 市民开始打呀 其实吃到满锤 这法治学 很高 40%血 满沉默就灭了吗 一个后续 17% 还是有机会 因为出的小数人 这个很难加 这个伤害非常高 11% 10% 3% 这就是小数人 还是被带到 心生生打死 这后续的伤害 是很高的 不过出小数人 可能还是有点弊端 小数人就是在这种 就是一直 上来非常高的时候 压血量的时候 就真的是 很难乱回来 这个 没有那个原生 没有那个 宏林之魂 好用 不过这边 我觉得最后 最后那一步 阿姆孔的 那个小德的位置 我觉得孔的非常好 刚好跟 上马之间卡了一个 90度的柱子的角 180度的角 确实 他这边野心位 回来 已经感觉好像 血线已经非常低了 对 这边战争德 也是 也是这场 防安棋 也是赢了一把 扳回了一分 恭喜一下 我们这边 防安棋 扳回一局吧 这边 张良 跟轮回的这个防安棋 哇 看我们这边 阿姆的伤害 打得还是非常高的